- 准备了? - 准备了? - 各位观众好 今天我们先来异录 2021年2月11日 《龙哥打怪》第106集 今天我们找一个阳光很强的地方 来帮大家累积能量 能让大家新的一年 除夕能够有好的能量年 今天也是鼠年的最后一天 除夕我们要迎接扭转乾坤 所谓的庚子年 拜拜 然后进入辛丑年、牛年 然后我们今天真的要找到这么好的地方 有这么大的能量 阳光、普照 然后有阳光、这么好的空气 然后我们待会喝点水 阳光、空气、水 充满着扭转乾坤的好的一年开始 然后我们今天就欢迎我们两位特别来宾 一位就是黄丽琪、黄医师 然后另外一位就是白天使、小天使 那我们大家我们待会就换另外一个景 来我们从这边 今天这里是图书馆 以前的空气总部的图书馆 然后这里头叫做交换厂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叫改变链 让这个交换一个新的链 然后我们就往这边走 我们会看一个内景 我们去看一下图书馆 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栋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这么神奇的地方 这么棒的地方 这个是里头有IP内容的实验室 有个办公空间 来我们进来这里 天气不错 今天真的很棒 你看一下 这个景都棒 是不是很棒 你看 太棒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个有点像西部的景色 像不像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经历的更此年 这种躲躲闪闪 然后戴口罩 然后现在我们要换的新的一年 这个新丑年 大家扭转前后 大家以后不要戴口罩 然后慢慢更舒服 柳暗花明又一春 然后有个新的 哇美景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你看 这么好的阳光 空气 在这个邻居各种大能量的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请这个小天使来 来跟我们讲话吧 来 今天我们来到空总基地 有没有觉得很像时光隧道 对 对 带我们穿越时空 对 今天呢 带大家到这边呢 是要看一下 从过去的那个历史到今天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 逐渐变成一个 创新文化的圆区 文创圆区 文创圆区 然后代表呢 希望说接下来的一年呢 我们也是从 从过去到现在 从不好的庚子年 也许到新丑年 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越来越好 越顺遂 用创意跟智慧来解决 人生中的各种问题 带大家来晒晒太阳 然后 这这么大的能量场 对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充满阳光 充满希望 我们刚刚有这个阳光 有空气 真的很棒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还有水 你看 对不对 好 请这个 阳光空气水 生存的三要素 只要有很好的能量 让我们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活下去 希望每个人都平安健康 对环境友善 也是对我们自己友善 那我们现在到了暂停指挥室 然后其实连夜饭吃饭也是一个战术作战 因为我们用的吃的东西 又是高油脂啊 吃很丰盛的连夜饭 那荣夜饭呢 其实有一点要小心的 对不对 因为这是多油脂 很油很 但又吃的又很舒服 好好吃啊 又这个高油 高盐 高盐 然后高卤味 好好吃 对不对 但是黄医师呢 你们讲一下 要特别小心什么 那其实啊 我们刚前面提到的都是防疫 那在去年整年的当中 其实我们医学报导 非常多的论文都在探讨 每一个器官跟系统 跟COVID-19的关系 不管是心脏系统 或者是血液啊 肺部的这些都有 那跟我有相关就是 新陈代谢的部分 那其实我已经在很多论文都有提到了 就是 哪些人的话呢 是COVID-19的高风险 尤其是住院的高风险群 其实在像最近这一年当中 不管是英国的一些 他们的社会福利的社会保险的一些回溯分析 或是在墨西哥 或者是美国纽奥两周 针对一些住院或者是已经重症的病人身上 他们都有看到 其实大部分呢 因为有COVID-19的住院的病人比例呢 其实最多相关就是第一名是肥胖 第二名是糖尿病跟高血压 就是这三种人的话 其实COVID-19他们算是我们的敌人 敌人不分 老幼年少性别都不分 但是对于有肥胖或者是高血压 糖尿病这些人 他们就是很容易被病毒盯上 而且一旦盯上 很容易就要必须住到隔离病房 或者是家户病房 而且这些跟他们的住院天数 还有一些育后都非常有相关 那我想各位观众应该有印象 就是去年很被大家关注的一个新闻 就是英国的强生首相也染疫 甚至一度病危租到家户病房 甚至传说本来差一点要插管的治疗 那当然后来他就是经过大家的抢救 平安的痊愈出院 可是他其实出院以后发现 他自己为什么会把自己就是COVID-19 会弄到重症呢 因为他知道原来是他自己体重太重了 所以其实他在染疫到7月当中 他的腰围就瘦了一圈 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搜寻这个新闻 看得到非常明显 那强生也发现到原来他的饮食呢 平常最喜欢吃的就是马铃薯泥加香肠 那香肠的话其实就是高油高糖高盐分的 这些腌制食品都是他的最爱 他的早餐就是奶油或果酱 涂在图室上面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西松品糖的饮食 也他最喜欢的 他发现原来这些都是让他肥胖的一个食物 所以他还特地为这个颁布一些 一些命令 就是晚上9点以前呢 不准有一些可乐零食广告的一些出现 那在超市的话也尽量不准有买衣送衣这些特惠的一些零食的广告 他希望藉由这些让大家减少吃零食或者是热色食物的一些次数 他希望英国人能够都能够维持他们的体型啊体重 让他们减少COVID-19的一些感染 从这边开始我们就知道 原来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好 把自己的三高或者是代谢症候群的一些通通都是预防了 其实就是真正可以预防COVID-19最好的方式 那所以呢提到我们的年夜饭 其实我们台湾的年夜饭一定要有鱼一定要有鸡 那当然还有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乌鱼籽 这些都是大家年菜上面必备的食物 那这些呢其实一定是要应景啊 要有这些东西才能过年 可是呢就是建议各位观众 除了这些要适量摄取之外 很重要桌上有多少肉 请记得一定要多少的蔬菜 就是蔬菜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食物 那其实搭配蔬菜其实你至少 我们可以减少我们的油分或糖分的减少 这样才能够真的平安健康的过了这个新年假期 那我们其实台湾几年前也有做过调查 就是台湾人在年假期间平均体重会增加两公斤 一周之内就是两公斤 但是两公斤要减下来可能会要花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其实过年就是好好的平安的过年健康的过年 就是从就是从我们的饮食做起 那当然如果像是瓜子这些零食的话呢 其实也有限量 就是大家最喜欢就是 现在疫情期间不能出门 所以只能追剧 追剧最好的食物就是瓜子配可乐 或者是配洋芋片 那我会建议大家一样是适量 瓜子一样是油脂类 葵花籽油就是从瓜子做的 所以你吃多少瓜子就等于喝了多少油 听起来很恐怖 但是所以会建议大家 就是每天这样抓一把的瓜子 就是一天的分量 这样子可以很开心的过年慢慢的追剧 但还是就是体重不会增加的太快 所以其实这些零食都是一样注意 那像是牛嘎糖的话呢 大概也建议每日就是三到五颗 适量就行 所以其实我们体重管理 或是要控制好的体重 基本上从这些小季节做起就可以了 其实真的把这些 就是已经体重超重的人 我们就希望能够维持体重 不要在这过年期间胖两公斤 这样你就平安的下装了 那之后就是新年薪希望 就是把这个体重维持一整年 基本上是安全的 那当然已经有三高的病人的话呢 也是更要注意 其实有三高也不要太害怕 觉得一定会的COVID-19 那没有绝对 只是一定要把血压跟血糖要控制好 其实这样子都控制好 基本上你的免疫系统 是可以维持到非常的稳定 那一旦万一你身边人 万一有大流行 大家也都不用太害怕 那这些就是有一些特殊的 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当然最重要还是一样 就是要多洗手 还要出外 一定要戴口罩 这个有点 搭这个自然的 也自然的这个 这个大舞台 然后我们现在请这个 黄医师 来讲一下 这个 对于这个 去年这个疫情呢 这个 就一个医生来讲 应该有什么样的 检讨 2020年 然后对2021年呢 有什么样的起喜 好 来 请黄医师 好 各位观众大家 晚安 新年快乐 那我是 内分泌新陈代谢科医师 那我相信去年一整年 2020年是所有人 人类就是记忆 非常惨痛 也记忆非常深刻的一年 就是因为有 COVID-19的这个疫情 改变我们全人类所有的生活 跟作息 那大家其实很非常幸运 非常感恩就是我们台湾 其实算是度过一个平安的2020年 那当然其实大家现在面对2021年 发现COVID-19病毒并没有消失 甚至产生了非常多的突变的一些种 而且在欧美的疫情 其实越来越严重 其实我相信大家在这 这个月的集管署的一些新闻稿 大家都其实都很清楚 其实台湾也开始受到一些影响 那当然其实在过年期间 大家其实希望就是提醒各位观众 还有所有的民众 其实保持自己一个很平常很安静 很不要忧虑的这种心态 其实就是保护自己 也保护我们身边的亲友 其实防疫其实最重要的是 先把自己照顾好 把自己的免疫系统都可以培养好 这样子万一身边的人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的保护我们的亲友 其实就跟我们现在一直在 就是IC Day 一直在推广的就是防疫的手册 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三不五多 不忧虑不紧张不恐慌 其实这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其实我想大家都看到 我们的政府其实很愿意帮大家买疫苗 那当然也是因为疫苗就是增多州少 所以其实大家需求量非常的大 那其实大家先真的都不要太恐慌 因为其实我们其实发现到病毒变化的实在太大了 那当然就是欧洲跟美洲是等于是疫情的重灾区 其实那边可能特别需要的就是疫苗先把疫情压抑住 其实这样子呢 其实欧美的疫情比较稳定之后 我们的台湾其实也跟着会稳定 所以其实在等待疫苗研发出来 甚至能够让我们注射这段期间 各位观众真的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 把自己的就是免疫力提升 那记得一定要戴口罩跟多洗手 我们现在现场的其实是有保持社交距离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 这个就是一个很很标准的示范 在户外的时候 其实保持社交距离 一样是保护自己 那当然其实另外的话 但还有一些状况呢 我们其实之后我们节目还会再讲 尤其跟我们吃有关系的一些内容 其实健康的吃吃的健康也是保护自己 不要懒疑远离疫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 谢谢 谢谢这个黄医师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景色 这个现在还是能量满满很好的景色 那这个你看这里这个舞台 这个挑高舞台 然后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各种地方 那我们就请眼端的这个白天使呢 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你觉得这个未来呢 是不是大家要努力要更开朗的心呢 对面对疫情呢 我们不能紧张 不能忧虑也不能害怕 一定要用快乐的心去面对一切 其实当你快乐呢 身旁快乐 你的免疫力自然也会增加 对其实阳光空气水是古老的智慧 一直传下来给我们 带给人类人类能生存最大的重点 对那当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 对把自己先保护好 这就是我们的预防医学 把自己做好了 其实面对很多的疫情 我们都不会害怕 对穿越时空 其实很多古老智慧 是留下来给我们的 只要我们有心愿意 我们一定可以做好自己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良心 对把你自己守护好了 才能守护身旁的人 好那我们谢谢这个白天使 那我们待会到战情室呢 再请黄医师来讲 连夜换呢 怎么吃才能够更深强体壮 然后连夜换呢 我们特殊饮食 其实是跟一般饮食不一样 但是要特别注意 好我们到那边 哇 喝了耶 好棒喔 好好喝喔 好想喝喔 现在可以打开来喝吗 好那我来介绍一下 其实这些的话呢 其实都算是含糖饮料 那我会建议 如果真的戒不掉 非常想喝呢 这样一瓶是有点过量 可能就是两三个人 share一瓶 慢慢的喝 慢慢的享受 那个含糖饮料也是 其实我们都知道年菜最多都是 都是油脂类高的东西 其实喝这些感觉很 好像可以中和这些油 基本上是无法卸喝了更多的糖分进去 那所以真的需要的话 我会建议 如果可以用建议可乐取代是比较好的 就是dive coke是最好 那当然这些茶的话呢 尽量都是选无糖的茶 其实这些糖分呢 都是精致过的糖分 吸收非常的快 喝这些就是保证一定会发胖 所以这些千万要记得 就是大家想如果要吃的好的话 其实饭一定要吃肉也要吃菜 但是含糖一定要尽量避免 那真的要喝的话 其实就是请适量 对 所以在过年后大家要吃的 要像黄医师讲的 要非常的之所节制 然后要多吃蔬菜 少吃太油脂 乌鱼籽呢也吃的很少 东西都要特别有节省 然后这些饮料也少喝 那其实呢 也要看龙哥打怪 也要多跳跳舞 扭扭腰 对不对 晒阳光 那我们待会儿呢 再来储存能量 晒阳光骨质才会强健 才会更棒 然后因为牛转前骨 身体要用啊跟牛一样 就强壮 对不对 那么战情室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从这个战情室就知道 如何吃 如何战情 如何维持体力 如何来够打败病毒 然后能够我们强生 然后更好 谢谢 另外一个 刚刚白天时讲得太好了 现在我们请这个黄医师呢 来讲一下 我们在这个战情室里头 哇空气这么好 然后大家呢 其实在欢杂的空间 也把我们制服 但最主要我们要心 要非常的宽广 不要害怕 我们今天呢 要扭转乾坤 富贵奔腾 对 那我们请黄医师讲 如何我们能够应付这么复杂的环境 在新的一年 在除夕夜 如何用我们的战术 来改变我们的命运 来请黄医师 好各位观众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很欢乐的 有很多小朋友在这边 其实就是快乐的过寒假 那当然其实年假也是该很欢乐的 那所以其实在这段期间之内呢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疫情 搞坏了自己的心情 重点是 我们能够很在台湾的安居热夜 很开心的过年 是在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地方 是个绝无仅有的天堂 其实最重要的是跟 我们要感谢 有我们的医疗的护国神山 有一群医护人员在第一线 帮我们在阻挡这个病毒 那在后方的我们 其实最重要就是要照顾好我们自己 不要再增加我们的医疗人员的一些负担 我们这样一起在团结合作 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 台湾的疫情能够控制住 最重要的其实除了我们团结一起的话呢 还有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发挥自己内心最重要的良心 良心的话不是只有对自己 其实把自己照顾好 其实就对自己是有良心 但是我想大家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亲友 也都要身体健康 然后很开心的过每一天 这样子也是对就是发挥自己良心去照顾别人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全球都是世界公民 只有我们台湾好其实是不够的 其实我最希望是欧美的疫情能够更稳定 他们的稳定的话呢 其实让全球的疫情都能够更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 外来的外来的疫情就会变少 这样我们才能够回到 我们在2019年以前的正常生活 否则这样子的话 其实其实再多的限制都无法抵挡 我们看不见了病毒 所以只有我们自己好好的发挥 我们每一个人良心照顾好自己 也照顾好别人 这样我们全球才能够 大家都能够很开心的做该做的事情 做自己的更开心的就是工作赚钱 能够很自由自在的旅游 回到以前的生活 所以其实在过年这段期间 我觉得我们都是很希望能够发挥 我们正面的能量给各位 希望大家也能够把这份开心 这份幸福发挥给全部的人 让我们台湾除了面对疫情之外 能够也有更多正面能量跟欢喜 但给大家全台湾都能够充满这些正面能量 才能够很有效的对付我们的疫情 真的很棒 这个我们的黄医师在讲 然后我们的白天使在讲 很多临时演员就跑进来了 哇 那他们又更激烈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人量满满 这个台湾真是太好了 年轻人又多 小朋友又特别 对不起 那黄医师呢 你觉得呢 你对于这个我们新的一年 这个期待呢 你看真的是有很多新的征兆 表示我们是好的 对 我想大家都非常期待 把这些庚子的鼠年把它送走 所以其实我们要好好的迎接我们的金牛 然后希望能够牛转乾坤 其实呢我刚刚也有想到啊 其实牛是草食性动物 他每天他的食物就是吃牧草 吃牧草的话 其实一样可以把自己照顾到头好壮壮 所以大家就记得啊 提醒大家 这过年的话 新希望就是希望 能够大家就是想着 我们的樸食的牛 他是非常勤劳诚恳的实在 脚踏实地的做事 所以我们防疫也要脚踏实地的防疫 最重要要吃的健康 那当然不能跟牛一样都是吃草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增加蔬菜的量 让家家就是身体都能够健康 好好的对付这一年 迎接新的一年 好好的面对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都能够非常平安的順利 面对所有的挑战 新年快乐 好 每个都有 每个都有 然后欢迎你来这个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今天除夕夜 恭喜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然后呢 扭转乾坤 用真心 真的会一切都会真正的很好 那我们请这个黄医师讲 希望大家都用真心爱自己爱别人 就是一样就发挥好自己的良心 能够爱大家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勇敢地面对 所有的 疫情 所有的 疫情 还有所有的挑战 希望大家就是牛管前针 金牛 啪啪啪 祝福大家 富贵奔腾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皆 太平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皆幸福 要像小孩子们一样 天真快乐 纯真 面对我们新的一年 大家讚讚讚 真的棒 然後我們這個龍哥打快 106級 讓大家能夠越看 身體越舒服 越健康越快樂 謝謝大家 拜拜